205 禁零碳牌 這個目標從字面上來看是說 我們要完全沒有碳牌呢 還是說我們有一個比較的基準 然後我們可能是跟它比 相對之下 我們不要超過它就好 應該是說禁零碳牌 最常產生的疑問就是 為什麼它要多一個禁啊 因為我們一般講就零牌放嘛 零碳牌零什麼嘛 可是為什麼它又要講一個禁呢 其實那個禁的意思 其實就說它不是沒牌 可是它或許你有牌 可是你可以透過一些措施 就是把它抵掉 看起來你好像沒有牌 我有時候翻成白話一點講 你不是沒有罪 可是因為你做了一些事情 你還是有排碳一些 因為你不可能 你只要有經濟行為 一定都會排碳 吐息就會排碳 對對對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是罪人 我們都遠處我們一直在排碳 所以禁零的意思其實就變成說 你可能做了 你當然說你有可能 你有一些措施是減碳的 把它移掉 我本來使用煤 燒煤的發電 我現在把它轉成再生能源 那這樣你真的轉換了 可是問題是 你變成再生能源之後 有時候晚上沒有再生能源 你還是要用電 那你還是要用火力發電 那火力發電這些碳 你一定要做一些行為 把它抵掉 然後看起來你好像沒有 就很像我們今天在錄製這個會議 像在德國吧 他們就說 比如說像我們今天這個會議 我們今天竟然討論這個 零碳的這個主題 我們今天現場也都要零碳 那怎麼辦 怎麼可能 那一定就要買 先買一些碳權 把這些電 把使用的電 麥克風的電 這個空間的冷氣 然後我做捷運到這個房間 然後你們從家裡出發 到這裡的房間 所有的碳都要把它抵掉 其實這種零碳會議 就是一種靜零的這種概念 然後所以就變成說 靜的意思其實就變成說 你是要想辦法把它抵掉的 因為你還是要生活 所以不得已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說 靜零是一種 否則中的一種方案 就是說他還是承認說 你這個經濟活動可以下去 可是你要做一些努力 來抵消你這個 然後這個抵消東西 它可以是全球的 任何一個地方產生的 因為氣候變遷其實是全球的事 對 所以相對來說 是不是計算碳足跡這件事情 在這一個目標裡面 相對來說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第一步 我們目前大部分碳足跡 比較是用在產品上面 人可能大部分人也可以計算碳足跡 會有人去算說 人一生排了多少碳嗎 便利商店有說 譬如說你買一個飲料 然後上面會有學說 這個飲料的碳足跡 對 就是講說 比如說它從生產 然後這樣 可是我不太確定 它那個碳足跡有沒有包括說 它運送 因為其實我覺得要計算到 非常精準還是很難 可能每一家店的 同樣的麥香紅茶 可能它的碳足跡都不一樣 它上面標的碳足跡 可能就是一個 大家可以接受的方法 下面所算出來的碳足跡 然後因為我不是這個領域的專業 我比較不知道 可是我只是要說的就是說 其實碳足跡 就是比較 通常其實是比較想 產品上 所以就變成說 假如這個廠商 它最後它要標榜 它的東西是零碳產品 它就要想辦法 抵掉它的那個碳足跡 比如說就像我剛才講 去買碳圈 然後去買 主要是買碳圈